我是Jesse,千辛谨慎,足智刀谋 有粉丝告诉我一个惊天秘密 和平精英里可以制作火箭喷射器 580匹的马力,无人能敌 装上翅膀就能摆脱地心引力,飞天蹲地 上山下海如履于平地 而制作火箭推进器的材料也非常容易收集 只要找到烟雾袋跟燃烧瓶 按照比例均匀混合 再经过一系列我不懂的复杂化学反应 就能制作完成 如此逆天的装备,我也想要来上一套 嗯,有车身,看来是路过的 先不管它,收集物资要紧 等我做好火箭喷射器 定要杀你们一个人仰马翻 有人,攻击杀海派 竟然藏在角落一度不动 害得我差点阴沟里翻船 还好平时我训练有素 面对突发状况也可以从容应对 还有脚步声 听声便位,可是我的看家本领 放马过来吧 击杀淘汰 反应这么慢 看样子像是个人机 真是耽误时间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有枪声 就在东南方向 我一路寻声而去 枪声还在持续 看到你了 红点SPS一顿狂点 收获三杀 去看看 有没有制作火箭喷射器的材料 还有人 掉线了吗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还要制作秘密武器呢 经过一番紧张的搜索 我终于凑足了一份伎量的材料 成败再次一举 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燃烧瓶进行分解 同时快速拿出烟雾弹投入其中 快速地上下摇晃 确保两者能够完美融合 心中默念咒语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ABAB 就是现在 坏了 燃烧瓶爆炸了 这哪里是火焰喷射器 这明明是火烧屁股的节奏啊 此时 独圈即将来临 我还是抓紧时间进安全区吧 我翻身上车猛红油门 等等 什么情况 着火了 只见驾驶座上 一条火焰喷涌而出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变大 我成功了 此时 我就是这片战场上 最耀眼的那颗星 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我前进的步伐 哎哎 控制不住了 也许是因为火箭喷射器 马力太大 蹦蹦的操控性受到了影响 操控起来 并不如以前那么灵敏 前方有个吉普 换辆车试一下 只见火焰喷射而出 1800度的高温 直接烧穿了仿弹钢板 整车超过两吨的重量 使得操控性得以恢复 此时给我装上一对翅膀 我必定能够翱翔于这片天空 前方有车 还一想跑 真当我的火箭喷射器是摆设啊 追上了 我迅速切换到副驾驶 开进扫射 还有车 看到你了 立马猛哄游门追了上去 580匹的马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坏了 敌人进防驱了 我立马调转方向 直冲对面的山坡 居高临下 定打到敌人 怀疑人生 翻身下车 快步来到一片草丛 啪啪下来 嗯 屁股着火了 先让我喝瓶饮料 降降温 跑两步看看 什么样子 哇 这不就是哪吒的风火轮吗 看如此凉尘美景 我不由得失信大发 想要迎师一手 脚灯风轮 起在空 霸气侧漏无人敌 周游天下如风响 杰西一出定江山 荣耀的一切 就定格在了那一秒钟 万万没想到 我竟然落了个如此下场 也许就是因为 我这颗星星太过闪耀 连上天都要嫉妒 我是杰西 我还会再回来的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我看着那个